找苦 怎麼 你哪兒來的 秘密 您过要为呢 能低点吗我够不着 好了 帅 谢谢 不用谢 厉害啊 我没想到你不仅会做西餐还会做中餐啊 厉害吗 厉害 大多数男生啊就只会做什么 速冻水饺啊 方便面什么的 比如说 郁总 有行动能力的人都可以做菜 不会做菜 是懒惰而已 那可不一定 我跟你讲 有的人呢 特别爱做菜 他就是做得不好吃 比如说我妈 来 帮我尝尝 你不是不爱吃中餐呀 你不是不爱吃中餐呀 不爱吃不代表不会做 不爱吃不代表不会做 下面蹭一下 衣服上弄到了 我给你走 没事没事 没关系 你的脸 怎么那么红啊 可能是那个 那个空气不流通 然后就热 太热了 你出去吧 我一个人弄就好 你要我帮忙吗 不用 你在这里只会让我分心而已 那我去把菜端过去 郁总 你先坐吧 我跟栗子说了她马上就出来 栗子 快点 哇 这么丰盛啊 不过怎么都是你喜欢吃的呀 辛苦了啊 都是叶树薇做的 我就帮帮忙 我把这张照片发给你 对不起啊 我就 好 吃饭 不用理解 你看这照片 这么好的照片应该发给外 应该发给你马克 耳朵啊 我把这张照片发给你 记得保存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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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蜜蜜碗放在我家里 我把蜜蜜碗放在上去 我带你带我监制 我去把蜜蜜碗放在 otra 我帮你爹 一会儿 这蜜蜜碗放在那里 那你自己想把蜜蜜碗放在那里 您的蜜碗放在那里 您一会儿 您的蜜碗放在那里 您应该坐就要 这一点 这一点有点空 把雷雷打门打在张晋晋的身上 你好像瘦了一些 真的 可能是佩音跟坚持一起的缘故吧 很忙 虽然很忙 但是能够自己开心的事 还是停了在其中的 你就不觉得他俩有猫腻了 你要不休息几天再上班 不用了 我住院够久了 那个 节目的事情 没事 我懂 只是有些不甘心 不过我就是拿公司做事的人 不甘心不用了 放心吧 等我们慢慢把品牌做起来就会好了 就不用像现在这样束手束脚的 到时候我给你开一个单独的项目 你不是喜欢全新原创吗 不说一个亿的小目标 缺哪资源人才 你到时候要什么我都给你 好 我等着 你到时候要亮相够有点 你得我 我跟二人一起调整 我调整 你八别不要 你这个替我 你肯定是谁 你肯定是谁 我都要我能不能够 我肯定是谁 你看我们是谁 你肯定是谁 你看我肯定是谁 这些东西 拥有交际手腕 兼有领导才能 不过她不适合做男朋友 为什么呀 你看啊 玉总 仪表堂堂 工作能力又强 做事认真负责 为人谦和 而且做事还那么细致体贴 这样的男生 大多数女孩子都会喜欢的呀 就是因为她工作太忙 回家倒头就睡 从来不做家里的事情 就连衣服都是重点恭喜的 和她生活在一起的女人 需要承担很重的家务货 是吗 她的工作性质吧 从来不缺乏认识异性的机会 久而久之 会让她的伴侣很没有安全感 没错 没错 怪不得栗子最近总是患都患失的 那还有吗 最重要的是 她不会做饭 就连泡面都做得很难吃 怎么了 怎么突然感觉有一股冷风啊 突然感觉有一股冷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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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感觉有一股冷风啊